大家好,我是刚安 这两天把地挖出来了 马上要种蔬菜了 我听说蝙蝠的粪便是上等的好肥料 今天到山里面的蝙蝠洞里面去 收集一桶蝙蝠粪便回来 然后撒到地里面 下雨了之后 它应该就会和土壤融合在一起了 那到时候种植的蔬菜应该是非常的好 这就是蝙蝠经常住的洞穴 但是很奇怪 每年冬天它都不来了 然后等到四月份左右它才过来 这下面都是蝙蝠的粪便 这些颗粒比较干燥一点 这么多野生动物的脚印 这上面的粪便的话 应该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 上面可能这些比较湿一点 可能会更重一点 那里粪便很不错 没什么安慰了 蝙蝠住进来的时候 这个安气味就很重 每年这里面上面蝙蝠刮的很多 走到这里面呢 有安气味了 哇 那里面还有那么大的脚印 那竹环的脚印 大的竹环 竹环它的后脚 它是比较长的 一般来说十五六斤 到二十多斤的 它对这么长 它前脚的话就是爪子比较长 这个洞其实是蛮大的 只是拍照的原因 看起来没多大 给那边过去 是我养风的地方 看来摆了一个风筒 给那边过去都是悬崖 这个洞口是一个半圆形的洞口 只要收集这么一坨就够了 哇 这个踩下去 踩一转 里面肯定全部都是火不然 很厚的 你看 全部都是随便挖几下 这足够了 我还以为要搞很久 基本上一筹都下去 你看 这么厚 刚才挖了一点 这一桶肯定是装不完 至少可以装两三桶 你看 这都是上好的蝙蝠饭店 纯的 好 够了 我以为要搞很久 搞这么一桶轻轻松松 而且这个重量不重 它在这里全部自然芭蕉 全部都干掉了 可能就几斤吗 五六斤 四五斤左右 这有个银尿虫 这个已经 它是快孵化出来了 所以它外面那层都去掉了 这都硬了 这种可以放心的吃 这种的话 小时候经常是当年时吃的 小孩子银尿 听说吃这种的话 就不银尿了 吃一个补充一下体力 刚才收集蝙蝠粪便 就在那个洞穴里面 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植物 这种叫白两斤 我们这边的话 一般都是用于毒舌咬伤 都是用这种 这种果实是可以吃的 它果实成熟了之后 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 但是它里面的籽太大了 就是外面一点点果皮 这种籽的话可以放心的吃 你看 它熟透了之后 吃起来口感比较甜 但是子太大了 子的这么粗 就是外面那一点果皮 这种可以放心的吃 白两斤 是一种中药 用于毒舌咬伤 就这么一块地 差不多两分地左右吧 种植蔬菜自己吃是足够了啊 刚才拍视频了 它洞里面是厚厚的一层蝙蝠粪便 我听说蝙蝠粪便是上等的好肥料 它含有植物所需的多种养分 听说撒到地里面一次可以管几个月 那我以后这里种菜的话 全部用蝙蝠粪便了 包括我今年种植拐枣 我今年会大力地种植拐枣 预计会今年会种植100颗左右 也全部用蝙蝠粪便 不用农药 不用化肥 用农药那更不现实了 用农药的话 我的蜂蜜全部养在这边 自然保护区里面 用农药的话 蜂蜜会有龙残 到时候种蔬菜的话 也是种几种当季的蔬菜 我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这一片还包括那边过去 有两三分地吧 自己种菜肯定是吃不完了 好了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个赞 明天见